袁文在做書接上一回 昨天我們說到 常州府太秀 見那個從江陰縣逃跑回來 全身血污泥水的馬步軍頭目 在跟他掃出慘敗的警長 嚇到半天都出不出聲 他心想 之前自己因為是韓清的漢官 並不想將江陰縣的事搞大 所以只是派三百個人去 打算敷衍一下就算了 希望就不用驚動上司 但是現在三百個士兵全部被打死 這麼大件事怎麼想得住 沒辦法 只要將事情的詳細經過 如實品報給清將勒克德雲 接到常州太秀的報告 勒克德雲這一位 當年跟隨多多公陽州城 屠城十日的青將 激到嘩嘩聲亂叫 立即命令行將劉良座 帶領人馬前去攻打江陰 劉良座接到命令之後 不敢怠慢 連夜整兵五更出發 三千兵馬直奔江陰城而來 七月的江南聖下酷暑 天地之間就好像精龍火烤一樣 奇熱無比 劉良座帶著兵馬 趕到來江陰城外 遠遠望過去 見江陰城靜英英無聲無色 心裡就暗暗籌劃了 嗯 我要在這裏寫一招出奇致勝之計 打他一個奇襲才行 殺入城裡頭 將金銀珠寶全部搶走 然後再報告得勝的消息 我要在這裏創下一個奇蹟 讓勒克德雲這條乾弟 知道我劉良座怎樣威才行 於是劉良座分出一千兵馬 叫手下的偏將帶領 架起雲梯攜帶攻展先去攻城 而他自己呢 就帶領剩下的兩千人 在遠處接應做後援了 那一千清兵 著了聲地飆到城下 將雲梯一拔 跟著就開始攀登了 劉良座就在遠處仔細觀望 眼看著自己的人馬就要攀上城頭 正暗自高興之際 突然 一聲巨響 燒煙過後 城頭上突然閃出無數的將士 個個彎弓搭戰高舉火管 跟著就見到 戰如雨下 那些火管不斷扔落城 那些本來搭在城牆上的雲梯 被守城的將士出來一下 忍不忍向外倒閃 將那些爬在上面的清兵 全部都打落城下 一輪打擊 就傷亡了過半人 剩下的幾百個兵士 就好像被人打猛了那樣 方方望望向劉良座的方向逃圈 劉良座一看 嘩!怎麼這麼厲害的? 他在遠處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些火罐一扔下來 即時爆炸 四面開花 炸到自己的兵士 嘩嘩鬼叫 而那些戰 又是這麼厲害 戰無虛法 一戰一躲 再看下 那些士兵 很多都是炸盲眼 炸燈的鼻子 炸掉耳朵 真是慘相不堪入目 而那些中了戰的 本來還以為是 嚇傷一下 又或者是 射不中腰海 以為無關緊要 啊!怎麼知道 回到來之後 傷口又紅又腫 又癢又痛 不用多久 就一命污膚了 劉良一看 知道是戰頭有毒的緣故 但是他也沒辦法 眼看著眾戰的士充 一個折一個 折二連三死去 軍營裡邊 越來越多死屍 三伏天使來的嘛 那些屍體 很快就腐爛 發出陣陣的惡醜 這場仗打不下去了 還想著 在勒克德雲面前 演一下野的嘛 但是現在 還演鬼演馬 都被人打成這樣了 唯有回到常州 向勒克德雲認屎認起 要求增派援兵 勒克德雲呢 就沒有責怪劉良 聽他說完戰況之後 竟然哈哈大笑 哈哈 劉將軍 打了場敗仗而已 不用得頭得腦的 只要你 忠於我們大清天朝 儘管再大兵去攻城 攻下江陣之後 本帥再同你請攻 於是 又增派了兵力給劉良佐 劉良佐受到了這麼大的鼓勵 心中極之興奮 立刻整襲人馬 又是向江陣撲勵 接連打了兩場勝仗 江陣人都不知道多高興 士氣更加高昂 鬥志更加旺盛 嚴英元 陳明宇更加是以身作則 時時在城頭上巡視 在他們的帶領之下 全城的百姓 團結一心不甘落後 那些老弱婦女 就煲水煮飯 而那些未成年的少年 就送飯送水 藥點日夜趕濟商約 為受傷的時速包紮 就令那些說書唱大戲的藝人 也都紛紛走到城頭 擺場雪槍 為守軍打氣 全城可謂萬眾一心 隨時抗擊清軍的再次攻城 現在說回劉良作 他輸了這一場之後 自己也都好像是誤通了些東西 他知道江陣的守軍 那些火灌獨戰的厲害 就命令士兵 用牛皮泥 用木棍撐著做掩護 並且將攻城的時間 擺在凌晨時分 這樣一來可以遮擋火灌獨戰 二來可以利用一日裡最涼爽的時侯 同時又是守城的軍事最疲乏的時侯來攻城 果然這一招真的使得 差畢就被他得手 不過 嚴應完發現之後 馬上叫守城的將士 先不要射箭和扔火灌 而是扔石頭 扔些大大塊的大石頭落繩 那些石頭 將清軍的牛皮掩體 扔到爛了 讓清軍的掩體沒有作用 才又再射毒箭 又再扔火灌 這樣一來劉良作 又是輸到貼地 只剩下一半人有命回歸 接連的失敗 令劉良作 又是向勒克德雲請救兵 這次勒克德雲就沒那麼好脾氣了 反了面 不斷拍桌拍等 豈有此理 幾千精兵 都打不贏烏俠之種 再攻入江陰的話 我斬你的頭 常州泰秀就幫劉良作雪晴 並且極力安慰劉良作 同時又向御親王多度告急 最後 都在北京的涉政王多爾滾 都知道了江陰的情況 於是決定立即招安 由御親王多度 親自寫了封招安信 要這個勒克德雲前往江陰城 去招航嚴應援陳明豫兩個 勒克德雲接旨之後 親自率領一萬大軍 趕到來江陰城 在城外先擺好陣勢 心想 不放這個仇是正衰仔的 一心就等著嚴應援陳明豫兩個 出城壽行那時候 先捉住他們兩個 然後趁亂攻入城裡 一舉產平光陰 那個劉良座 就負責來叫嚴應援陳明豫 上城頭對話 守在城頭上的少年將軍王忠 見城下即是得劉良座 單人匹馬 於是就叫人請嚴應援 跟陳明豫上城 見到嚴應援陳明豫 劉良座先在馬上拱手行禮 講明了來意 然後就將多獨寫的那封招安順 用箭射了上城頭 嚴應援接過多獨的那封招安順 看都不看 用手高舉之後樣子的樣子 對著城下的劉良座就說 這張紙這麼薄 難道硬得過劉將軍的牛皮匠嗎 地瓦府的劉良座也不生氣 他就說 嚴典史 御親王親口說的 只要你肯獻城投降 馬上就官升三級 還想賜黃金萬兩天 你不要跟我說這樣的事 劉良座 你身為名將 竟然貪生怕死 認賊祝福 把我漢人的架 今天你還有面子來勸我投降 你還懂不懂得羞恥這兩個字 什麼羞恥 投降清軍的 又怎知我劉良座一個 大把文武官員都歸韓了 你嚴大人既然說是博古通金 那當然知道這個是改朝換代 就應該順應潮流 我屁 大名有投降的將軍 但是就絕對沒有投降的點事 賢應元說完 將手上多多那封招安信 撕到粉水 站在他身邊的少年將軍 黃忠 早就等到五奈凡 見賢應元私信 他立刻就命令弓箭手 放箭 煞時之間 承頭上百箭齊髮 嚇到那個流量座 即是抱頭鼠喘 差點從馬背上跌下來 這一切 他在遠處的勒克德雲 看得一清二楚 他氣到咬牙切齒 將手的徽下令攻城 一場惡戰又開始了 清軍好像臥狼一樣 向四個城門同時進攻 江陰守城的兵士和百姓 一起登上城頭 拋巨石 扔火管 射毒箭 打退清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 在惡戰當中 黃忠的左臂受了重傷 包紮之後 仍然堅持在城頭上指揮作戰 嚴應遠、陳明豫兩個 分別在北門和西門 和守城的士兵一樣 守執利劍 一邊指揮放箭、扔火管 一邊就對衝上城頭的清兵進行斬殺 清兵傷亡慘重 坐在馬背上一直指揮攻城的勒克德雲 看見傷亡了那麼多自己人 實在就不忍心再打下去了 急忙全靈收兵 他現在終於明白 劉良座前兩次是怎樣輸的了 他從自己的失敗當中也都明白到 要攻陷江陰城 必須要用西洋重炮 否則是別無他法的 回應之後 勒克德雲馬上向多獨寫了封求援信 向他詳細報告了江陰的情況 並且請求撥西洋重炮過來支援 江陰城經過一場惡戰之後 暫時又平靜下來 大戰過後的光陰 城牆上血章逃逼 城市下屍首填河 一副慘烈的景象 城內的百姓用擔架 從城頭上抬下雙兵 送到文廟和遠衙門大堂治療 從城頭撤換下來的兵士 和上城接防的兵士互相交談 講述守城的重點 和放箭丟火灌的巧妙之處 婦女兒童繼續送飯送水 搬運兵器和弓箭 而嚴英元和陳明宇兩個 在四面城門巡視一番之後 馬上趕來看望身受重傷的少年將軍王忠 這時候的王忠 因為流血過多 已經處於昏迷狀態 嚴英元又吩咐大夫 要用最好的藥加緊醫治 在返回城頭的路上 陳明宇對嚴英元說了 嚴大人 看來清軍是不會善罷金休的 明天還有一場惡仗打 我們的處境會越來越艱難的 嚴英元聽完之後笑了笑 明天? 沒那麼快再過三五天 哦?為什麼? 我看清軍這次輸多場之後 一定會調大炮來攻城的了 要攻江陰城 清軍已經堅牢忌窮 沒有西洋火炮 他們再沒有辦法 比作是我都會這樣做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應對呢? 坦率這麼說 陳大人 我們的結局 就是跟江陰城共存網 這場仗 從一開始 我就知道 肯定會失敗的 不過 我們打的是氣節 賤的是骨氣 是漢家的真真撇骨 你說是不是呢?陳大人 這一點 我亦都一早就預料了 不過 我們堅持多一日 就可以打死多些清軍 守得越來 就可以更好向世人 宣告我們是頂天立地的好漢 是可殺不可欲的漢家子孫 沒錯 其實清軍吊大炮來 無非是想炸開城牆 打開了缺口 那他們的騎兵才能衝進城 那 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他們呢? 一個是 炸掉哪裏就收哪裏 另一個就是用人海戰術 哪裏崩潰就哪裏增派人手 以命拼命 是啊 嚴大人 以命拼命 這個 是我們最後的對敵方法 現在 那些火灌弓箭 已經鎖靜無多 石頭 也都丟完金制 剩下的 只能夠是拆屋 摸磚摸木 是啊 如果拆屋的話 就先從遠衙門拆起 兩位忠勇的好漢 抱著誓與江陰共存亡的堅定信念 互相對視了很久 然後就分頭去指揮守城的軍民 去做最後的抵抗準備 現在我們說回清軍 休戰了五天 勒克德雲 終於是等來了 從南京運來的幾十門葡萄牙的大炮 多多還增撥了十萬大軍 過來支援江陰的攻城戰 這一位破陽州取南京的滿清御親王 兼定國大將軍 小估不到一座小小的江陰城 要耗費他這麼多的兵器和物資 還有寶貴的時間和人命 但是他也很清楚 這場仗打的是精神來的 打的是氣節 清軍也都必須贏取這一場仗 所以他不惜任何代價 也都要勒克德雲攻取江陰 誰知道大炮運到江陰之後 剛好遇到落大雨 一年幾天暴雨不停 淋濕火藥 大炮打不響 清軍於前 又是回到南京 調運火藥過來 而少年將軍王忠 苦苦支撐了十天 終於都撐不住了 臨死之前 他貼著鹽應元的耳底邊 很辛苦 嚴...嚴大人 快...快點去殺...殺了方亨那條老賊 萬一...萬一破城之後 話口未完就已經斷氣了 嚴應元很悲憤地幫黃忠合那對死不明目的眼睛 然後全令 將黃忠大上城頭 斬! 全城的軍民都知道了 戰鬥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但是沒有一個人威懼 沒有一個人退出 為了準備鑽石 全城的百姓自動自覺拆了自己的房屋 將磚頭石屎、木、梁木槍托上城頭 就連那些雙木失明的盲人、殘疾人都參與一份 一起拆木、一起臨磚 受采許用連同一班文質奔奔的讀書人 亦都用自己握筆的手 握起刀槍 奔上城頭 同士兵一起守戰 大戰前逆 江陰的軍民用他們的勇氣 用他們的熱血 用他們可殺不可辱的林彥氣節 堅固了這座城池 他們抱著同一個信念 這就是 寧為玉碎 不為瓦泉 勢於城池 共存亡 8月21日 幾十門整齊排列的西洋大炮 一起向江陰城猛烈發射 炮火傾瀉在江陰城的各個角落 傾客之間到處是炮聲 江陰城變成了火海 但是江陰的百姓並沒有被炮火戰勝 這邊的城牆被炸倒 馬上就有整群結隊的軍民衝上前 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來抵擋清軍的炮火 抵擋瘋狂的騎兵 清軍的大炮非常密集 非常之猛烈 可以看得出 江陰軍民的頑強抵抗 已經令清軍極為老火 他們甚至不理自己的人 已經跟守城的軍民混戰在一起 喪心病狂地不斷打炮 將守城的軍民連同攻城的清軍 一起毀滅在炮火之中 終於江陰城被攻破了 那些清軍好像洪水沖崩堤岸一樣 洪湧澎湖湧入江陰城 折下來的情形 就跟當日多多在揚州的時候 一模一樣 清軍對江陰院 展開了瘋狂的屠殺 好了各位 清軍破城之後 嚴應元陳明瑜他們 又怎樣抵抗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